啊哈 介绍一下这个陈萌基 大壮师 身心灰蝎 喜欢陈子贪婚罗吧 绝对是个大好人哦 思大神器 老转静你一念不忌 根拒成你不信 有你对你对比 是非光怪陆离 让我柳鸡抹杀分歧 怎会无忌 你只刻在伤到坚基 冤架都尊备 爱上你 如今命运无用推理 爱我不理 将悲与喜假变真爱 是定理不可悲 情痛是人情何用 喜之无用 笑削仍然沉重 真理不知有多重 冤枉中最急智商 但恶重如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光背后 也有缘情而俗 深渊昭雪 要有谁愿意 广东的壮士呢 为明月恩 多 所谓乡亲父老 听我习说广乡 金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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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圆一礼之内的城 我们全都买回来了 啊 这有城啊 我说全部露的水果都买回来 哇 全部的都买回来 那要很多钱啦 哎 我叫你们给我省钱嘛 今天来许愿当然不能寄点钱啦 去拿宝碟 姓名赖兰清清 诚心祈求如以郎君 神明庇佑 愿望达成 小姐 小姐 办好了 那我特地给你挑了一个又大又好的城 你一会儿抛上许愿树的时候呢 菩萨看到一定会保佑你心想事成 嫁个如意郎君啊 姓女纳兰清清 祈求貌若攀安 彩笔邓 品性纯良 精通大清律力 不谋关卫之男子 选城 醉表各大肉厚 色泽金黄 中间这棋大一点的才能收获 所以说呢 钱那是绝对不能省的 鸡少爷孝顺娘有谁不知道啊 那当然 这就不用说了对吧 为我娘祈福祈寿 所以一定不能省的 祈福纸 这里 毛笔 谢什么好呢 哦 简单啊 不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好不好啊 是 是 是 老徒 这样 体贱身强 红开寿玉 孙贤子孝 欢度晚年 这句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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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都知道 有没有有点心意的啊 比如 啊 我有了 无子送中 啊 鸡少爷 你这么写虽然有心意 不过呢 好像在诅咒你娘啊 是啊 哎 你们的思维别这么死板这么直行不行啊 看我面相就知道没有一百也要九十九岁了 我来问你们 什么情况下我娘会无子送中 哎 哎 我娘长命到两三百岁 不就无子送中了 小姐 你要用力抛啊 哦 抛得越高呢就越灵验 那 最高那里不是有个树叉吗 乌云盖顶 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啊 是啊 怎么这么多乌云呢 哎 大金大利了 你是年轻人啊 鼻息那些啦 真是好的不灵 这 丑的不灵 好的灵啊 不用怕 不用怕 抛了 抛了 挂上了 成功了 小姐 今天我只开心 只开心 因为我就把你跑上去 哈哈哈哈 我的城啊 不好意思 喂 你采烂我的城 还弄掉我的宝蝶 是啊 别生气 别生气 那就赔吧 哇 有钱了不起啊 就是 有钱不是了不起 不过有很多很多钱 就真的是了不起啊 我们陈梦吉上演 富甲广州 没什么赔不起的 哼 原来你就是那个全广州 最无聊 最白痴 最可恶 最喜欢用钱押人 最爱惹事生非的那个混账级 陈梦吉是吧 嘿 真废话 看你这身打扮 就知道你一定是奶妈了 真大多了 你说话啊 吃饭 吃饭 我什么还说 别吵了奶妈 我们去买城吧 想买城 明天嘛 菩提寺方圆 毅离之内 所有的城 全被我们买下了 还有别的水果 今天休想买到啊 看看那边 你太怕到了 是吗 又怎么样 你 小姐 这个人这么缺德 别跟他说话 影响我们 走 你们的宝爹不要了 这么紧张 看看是什么 是什么 还给我 男子 没有其他要求 也算鸡不择食 还给我 把纸还给你 还是把男子还给你 你太下流了 下流无耻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男子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男子 吃饭了小姐 如果天下男子都像他这么无赖 我宁愿这辈子都不嫁 哎呀 你干嘛为这个臭小子生气呢 别饿坏了自己了 吃饭了吃饭了 我 土椅 怎么了奶妈 我 干熟 什么事清清 你看看这碗饭 里面有米糠的 可不是 你知不知道差点养崩我的牙呀 我们经常来光顾你 你就要拿这种东西来招呼我们 真不好意思 没想到那些米商这么奸诈 入这种货 抬高米价还不值 还把米糠摻在米里 真是不好意思啊 朝廷班令 生日不可囤积聚齐 他们目无王法 真是要好好地惩治他们呢 嘿嘿嘿 哇 这么快就找到男人了 咦 怎么还吐发呢 你想怎么样啊 吊死鬼 刚才 我的确做了一些 不是很好意思的事 所以特地来向你道歉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女人想嫁呢 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很明白 而且还是一年一度的许愿日 错过了也的确是 蛮可怜的 不过不用担心 我帮你 你会这么好心 你怎么这么看我 公 是啊 不错 首先呢 我要把你的难度减低一些 你只求嫁得出去嘛 只要啊 后背朝天 四角爬爬 不论是 公鸡 公鸭 公猪 公鹅 公狗啊那些 你拿着我这份宝蝶呢 就保证你心想事成 还有什么你知不知道 嘿 这是机器公 照啊 你这臭小子 花够了是吧 我打死你 奶妈 我买 哇 不是判价判成这样吗 好 我这些城买分了只是五文钱一个的 现在就卖给你二两银子半个 你不要冤架 你不要冤枉好人啊姑娘 你将菩提寺一里之内的城全都买下来 视为囤积 五文钱一个城你卖到二两银子半个 视为狱旗 谋取暴利 根据大清律令第七百二十一条 凡商人囤积居齐 已高于市价十倍谋取暴利 以本商人者一概帐行三十 你不要乱说 你不要乱说 我会告你的 告你的头啊 知不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啊 南平支县纳兰大人的千金哪 不要说是乱说了 你可压你去衙门都离了 汪 极少爷 报官的可不能开玩笑 你也知道你娘最讨厌你上公堂 你们说话小声一点行不行啊 就不必为了一个城弄得报官这么严重吧 姑娘 不如我请你吃城 我还有香蕉呢 凤梨啊榴莲啊那些 钱不是万能的 是 那你想怎么样啊 大人千金啊 不过历里后面还有一条 是 是这么说的 自用者 免罪 那要怎么样啊 吃光了那些城啊 好也就吃城嘛 不吃就报官 吃 姬少爷 姓公正 你们不是想让我一个人 吃完这两矿城吧 是啊 十五 二十 十五啊 肯定是二十 好了好了 十五二十 你们也得喝酒花泉 大人 以我当家拆几十年的经验 怎么样怎么样 应该判达十五大半 是啊 不可能的 我这个世界看过所有的大清律历 应该判二十大半才对啊 大人 好 十五二十加起来 那就打那三十五大半 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这也行啊 这也行啊 不行大人 判罚过重 万万不能啊 哎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叫我怎么判呢 清清又还没回来 嘿 爹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啊 身为父母官 判错案可是大事啊 哎呀 我知道 我知道 承认你也是的 你是师爷吗 我不在这儿就全指望你了 你没有背熟大清律历吗 背熟了 那王阿九在军营 偷了一只老鸡 人赃病祸 让人当场抓住 那大清律历写得很清楚啊 判账刑二十 不是啊 我看过另一条 大清律历不是这么说的 讲明偷窃赃物 不过五十两者呢 判账刑十五 两条都好像合用 女儿女儿 我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判好了 你看看 你说那个王阿九在军营偷鸡 那他是刑军之人 是啊 是的话打一板都错 依大清律历 凡当兵者犯案 不设百姓者 地方官一律不准插手 全部由军营长官判决 爹啊 你差一点越全了 原来我不能判啊 糟了糟了糟了 幸好女儿你回来几时啊 承恩啊 爹他是一介武夫 大清律历他真的背不下来 但是你也不可以死背书 要灵后运用才行吗 听到没有啊 我 我知道了 我下次会弄清楚犯人的 背景不会再重蹈覆辙了 动动脑子 嗯 对了爹啊 为什么他会偷老鸡呢 要偷也偷真嫩的 比较好吃吧 是 这个我查过 原来他娘生病了 他想熬点鸡汤 给他娘补身子 那老鸡熬汤比较补嘛 哦 原来是一个孝子 爹啊 我想送点银子给他 让他可以帮他娘买点补品 嗯 他的确值得同情啊 啊 就照女儿的意思做吧 陈恩娜 你带人要他回军营的时候 替他向长官求情 希望可以从轻发落 我马上去吧 哎 去吧去吧去吧 哈哈哈 女儿啊 你真聪明啊 像个女诸葛一样 啊 有你这么个女儿 真是爹的福气啊 嘿嘿嘿嘿 前军乖军人 免徒留条内 一应罪犯 皆免赐负 挖 爹啊 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啊 你是文官不是武官啊 你干什么又练功呢 嘿嘿 我不是练功啊 你看看 那我量过了 啊 这棵树呢 跟菩提寺那棵树啊 差不多高 啊 今年呢 错个好日子 不要紧啊 啊 先在家里练习练习 再去许愿 一定百发百中 那 宝蝶呢 和成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奶妈都告诉你了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很没用 在公堂上 没你就不行 那爹 怎么忍心耽误你的终身大事呢 那也不能怪你啊 女人最怕嫁错郎 男人最怕入错行嘛 哎呀 当年科举啊 要不是没有旗下人中举 皇上 也不会把我这个武装员 调来当文官啊 入错行又不是你的错 那难道我做女儿的 就射手旁观吗 啊 你真是啊 你娘当时也是这么安慰我的 她说我入错行 是皇上所赐啊 不能反悔 哎 不过呢 她就觉得自己没有嫁错郎 其实我娘对你也挺好的啊 嗯 我记得我小时候 她每天都会陪你背大清律律的 嘿 可不是嘛 哎呀 背呀背呀 最后操劳过度 就走了 现在还要女儿来帮我 如果 如果你 再嫁不出去 你说我是不是累积妻女啊 做男人做成我这样 也算失败了 你别怪自己了 喂 你说要叫我抛城呢 好 爹马上叫你 你说 我 这个筐地成 少爷 少爷 哎 您身上怎么这么大股酸味啊 我知道 脸色还这么黄 感觉到 哎呀 少爷你不能进去 有人在里边要打要杀找你来算账啊 他没有找错门口吧 陈府 那也就是有好玩的吧 跟我来 我要先进去 陈府 放下来啊 在这儿吵什么 哇 哇 你怎么创新啊 霓裔 歇 傑叔 你怎么在头上中这么一串东西 甩来甩去的 哦 你想唱对手 独发冲冠 平烂 陈伯 你的胡子本来很长的 怎么剪得这么短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年轻人 三神 你脸上涂了什么 不过少个月亮 要不然的话 你别装算了 这全是你的节度 对 你趁我们睡觉的时候 把我们变成这样的 我 你们弄成这样也不能怪我 我每天见这么多人 每天还有那么多好玩的 我哪记得这么多 还说风凉话 信不信我教训你 娘 十万言 住嘴 陈夫人 你会功夫又怎么样 就是啊 各位街坊 我看大家有点误会了 白凤已经精盆洗手 很久没有练功了 又怎么会用功夫来压大家呢 我只不过呢 是想赔偿给大家 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 真是一百两银票 犬儿真是多多得罪 这些算是赔偿给大家的医药费 白凤我真的教子无方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薄面 今天就这么算了 真是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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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真不愿意的话 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白凤已经很久没有练功 今天真的有点记忆啊 好 往后推 喂 那这样吧 再给你一百两 把你身上所有的毛发 全部烧光 你就全山都土黑 你就全部都刷牌 你们几个月后 我都玩了 好 好 你们这帮人真是 出楼的铁不打不行啊 娘 没事了 我打发他们了 绝对走了 你平时挥霍我已经不管你了 你为什么去玩那些街坊啊 我哪玩街坊了 我是想用他们来做实验 做实验 嗯 你也知道陈伯他睡觉睡得很死了 你也知道陈伯的胡子是那么长的吗 是不是 那我就用火烧他的胡子啊 那就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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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啊烧啊 噗一声烧到下巴 他就醒了 这是证明了 证明什么啊 证明陈伯原来睡觉睡死的程度 直到下巴这里 就这样 就这样 嗯 胡说 我没胡说 那说三声吧 我为什么要把他的脸涂黑 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啊 过来 别跟人家说啊 嗯 是牵涉灵界 灵界 嗯 传说中 当一个人睡着了之后 他的灵魂就会出窍 万一脸上让人画画了 灵魂回不了肉身还不止 哪儿啊 还会一命呜呼 哦 于是我就用三声来做实验 谁知道他马上醒了还不止 还会找上门来算账 那至于八婆那就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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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辛苦你了 你不用编这么多的故事来骗我了 是真的 儿子 娘也没有什么好判的了 那 一 我不判你发大财 二 我又不指望你做官 我只希望你乖乖的听话 帮我们陈家娶妻纳妾 早一点开枝散叶 到那个时候啊 我就对得起你陈家列祖列宗 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 哎 要不然啊 我真是死也死不瞑目啊 你这臭小子 娘啊 一提起爹 我就想好好洗个澡 给爹上煮香 儿子啊我跟你说过 不要追我啊 娘 桌上这么多菜 吃不完很浪费的 而且我会心疼的 我让你气得我啊 我的心呢就 这臭小子 这臭小子 一居其 阿吉 洗完澡了没有啊 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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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 什么呀 你洗这么久 不怕洗得脱皮吗 啊 娘啊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洗澡的时候 你不要闯进我的房里吗 哎 你小时候都是我给你洗澡的 早就看惯了 小时候看惯了 跟现在不同了 现在再看得外 快快快 春宫密戏图 不是 儿子 你长大了 你喜欢看这些了 哎呀 好啊 好啊 好 不是的 娘 儿子 儿子 啊 你光看哪 哪有意思啊 我帮你娶个老婆 实际行动 哎 你先给我 哎 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慢慢谈好不好 你先出去吧 哎 哎 你要看还要害臊 哎呀 我不逼你了 喂 快点擦干净身子啊 给你爹上香 出去吧 娘 是 快点啊 这个世界哪有这样的娘啊 宁愿所拥自己的儿子看色情书 幸好没有弄出爹的笔记 太爷吃饭 爷爷吃饭 各位娘吃饭 爹吃饭 娘啊 太爷和我爷爷都是 只娶一个老婆 为什么我爹可以娶十三个老婆呢 他也算好色了 喂 是风流才对 你爹他不是风流 是十二位大姐他们福伯命短 所以你爹呢就不断地续闲 才会有这么多的老婆 怎么这么多位娘都这么福伯命短呢 女人扫帚信克死老公就听过了 怎么还有老公克死老婆的吗 喂 别胡说 开玩笑 阿姨 开玩笑 如果你爹真客死老婆的话 那我怎么不死啊 还生了你呢 说说也不行啊 有些话不可以乱说的 我们陈家有这么大的产业 而且让我们俩可以丰衣足食 全靠你爹做壮师赚回来的 你拿你爹开玩笑 对不起爹 我不是有心的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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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娘 嗯 我有点好奇 爹做壮师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 哦 爹是不是说 哎 又胡说了 哇 真要命啊 一个女儿家闺房 怎么弄得这么乱 以后嫁人怎么办呢 不是 大千绿绿第七百二十一条 行了 奶妈 哇 天亮了 何止天亮啊 你看看 太阳已经上了三杆了 喂 你又看到天亮 我不看到天亮 哪来得及啊 哪有那么多的绿绿要看呢 你不是全都背熟了吗 朝廷每一天都有新的绿绿搬下来啊 这好像皇上七十大寿 下令赦免全国百岁老人的行妻 不背熟了 我怎么帮爹判了呢 哎呀 你是女儿家嘛 你应该学的那就是家务活儿 那女工啦 我也想跟你学真旨啊 要有时间才行啊 哎呦 整天这么说 咦 豆豆绣好了 是啊 看看 漂亮吗 哇 你这两只是什么 鸳鸯啊 啊 那 奶妈这么大年纪 也没见过这么难看的鸳鸯 你看看 鸡不像鸡 鸭不像鸭 还变得像掉毛了一样 你看看 我已经很努力地绣了 哎呀 小姐啊 你知不知道 杜豆呢 是我们女人最贴身的物品啊 将来如果嫁出去 让你相公看见你绣得鸳鸯 绣得像脱毛鸡一样 你说 他不只笑你一辈子 以后你怎么在男家立足啊 我也想要绣好一点 但是今天啊 爹要去见梁芳总和大人 小姐啊 你知不知道你娘临死的时候 把你交给我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要把你管教得像个大家闺秀一样 将来找护好人家嫁过去 你看看你现在 连绣得鸳鸯也绣得像脱毛鸡一样 这要让你娘知道 每一晚来怨我 那我还得了 哼 行了行了 不用怕 我答应你 快把它绣好的 真的 嗯 两天 两天 想到了想到了 始终 始终 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怎么玩 先做一大袋蝗虫 再把它们倒在一桶石里 然后放在纳兰青青的房里 那始终就会跳啊跳啊 跳到它身上 哇 那还不快去找蝗虫 然后再找一桶石 一桶石 那我们以后急行拱照 岂不是一身石 这臭主意 嗯 走吧 小姐我帮你姐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醒了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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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这个无赖 啊 走啊 喂 喂 你们别走啊 喂 掌民ë的 哎呀 老井啊 你怎么才来呀 技卑大人在里面等了你很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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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想也想不到 他现在来到我们这地方 总督大人 新府大人 总之 广州城从此就多事了 我们当官的就烦死了 就是 哎呀 几位大人哪 什么人来了 望阳大道 还是连环杀手啊 方唐靖啊 方唐靖啊 是全国衙门 闻名丧胆的一流壮世啊 他精通大秦瑞历 专门对付雍官 每次打官司啊 弄得官张口结舌呀 简直就像跟我当官的 又深仇大恨似的 看来他这次来广东 来者不善 哎呀 糟了 专门对付雍官哪 那就是冲着我儿来的 那你也不用怕 老百姓都知道 纳兰大人你审案高明吗 没人知道你要靠女儿 来帮你审案的吗 要不是皇上指定 要旗下人在广东当官 我们哪会保你这么久 哎呀 全靠三位大人包涵 啊 方唐靖来广东 哎 那也就是对付三位大人的 你这不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是雍官哪 是啊 秉敬不和不不不阿 秉敬不是这个意思 冷静点 冷静点 别吵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 以免让方唐靖有eld 有机可乘 嗯 俗语又养呐 尉剑官先打三十大板 对 所以我们先给他 来个下马威 如果他真敢来 公堂惹试 我们就先给他来个三十大板 对 匡理成你说 绑得这么紧 不是吧 杜兜是穿在里边的 他想去勾引男人吧 又有好玩的了 糟了 那个混蛋跑哪儿去了 老婆 喂 该死陈兜 我今天别走啊 不走 站在这里了 抓 别傻了这些 过来看看 来了 不是吧 是 皇帝长得 嘟咕嘟 为什么会这么愁 怎么愁 敬礼 打死一本 喂 邝地成 你好啊 你好啊 看见没有啊 你的斗啊 你的斗啊 不是我的啊 不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啦 我的那件漂亮多了 是谁 谁这么大胆 混账 谢谢 你这大胆刁民 竟敢拿剁刀丢我 你侮辱朝廷命官你知不知道 来 给我拿下 是 喂 我叫陈梦吉 不是让你冤枉的 你别以为你当官的 就可以随便冤枉人 来到广州 果然是大开眼界 想不到朝廷命官 竟然串通一起 冤枉良因 喂 大胆刁民 你说什么 你到底是谁 在下 方唐靖 啊 方唐靖 少女走运 有我方唐靖帮你打官司 上到公堂一定还你个清白 你给我打官司 上公堂 好啊 说了吧 女儿家你就别管那么多官司的事了 你专心学你的真旨多好啊 你就硬是不听 还弄得把杜兜拿去找人绣 好了 绣出大麻烦了 我也不想到 是那个该死陈梦吉啊 他惹是生非吗 小姐啊 现在你的杜兜让人挂上城楼了 还套在梁广总督的头上呢 你说如果让人知道那个杜兜是你的 你说怎么办呢 你以后还怎么嫁出去啊 我没想认哦 不认 可以吗 那 那个杜兜又没秀我的名字 你说是我的 我还可以说是你的呢 打死我都不会承认的 况且此案也不一定会在这里省吗 那倒是哦 我这次死定了 我这次死定了 老爷多不吉利啊 怎么一进门就说死死死啊 这次我真的死定了 清清啊 你真的要救救我啊 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陈梦吉的官司啊 什么啊 什么陈梦吉啊 他居然把一个杜兜扣在梁广总督的顶带上面了 他该死 不是他死 是我死啊 为什么 他的壮师方唐靖 非要来我们的公堂审哪 天下第一大壮师方唐靖 要来这里审 啊 这么一大群无聊的人都来凑饿呢 没事做失业啊 少爷 他们都是拥护你的 等了你很久了 梁广总督他们贪账忙法 我们忍了他们很久了 是啊 是啊 多亏有方唐使你帮我们整治那批拥官 我们现在啊不知道多开心啊 是啊 拿到拥关 拿到拥关 那你们就等着鼓掌吧 哎呀 方唐使 啊 这么多人来支持你啊 我儿子一定不会输的 现在拔河 人多就赢啊 啊 那我阿吉怎么办 我指望你了 相信大清律律是公正的 不过大清律律 一向都让我调教得很管用 不让她咬谁 她就咬谁 那就好了 你是我们家阿吉的壮师 那你一定不会咬她的 你当我是狗的 不 不是 我一个小女子不会说话 你别介意啊 别介意 算了 别的公堂我不敢保证 不过这个案子在南平县的公堂大 这不会说 四官会审 很紧张 何止紧张 竟然是兴奋哪 堂下犯人陈孟吉 本月出发早上 于广州城楼之上 竟将女人的杜兜 此等尾物抛落梁广总督尊贵顶带之上 不知犹辱朝廷命官 更损我大清国体 实为不敬 依大清律律 理应叛打三十 陈孟吉 你可知 你可知罪 我啊 错 错 照着读了 方唐靖 此案人证物证都齐了 我没否认陈孟吉把杜兜丢在总督的顶带上 我只说纳兰大人用错律例判错案 因为总督的顶带根本就不是什么尊贵之物 大胆 算过价钱了 那根毛五两布料一两 珊瑚珠最多也就十五两 全都加起来也不够是二十两 这怎么叫尊贵 敢问大人用贵货盖在便宜货之上 这样怎么算是不敬 啊 怎么朝廷出手这么低啊 至于说杜兜比帽子还贵呢 若是这个杜兜盖在总督的头上也还说得通啊 方唐靖 你根本就是颠倒黑白 总督顶带的价值不是因为造价 乃皇上赐封 所以尊贵无比 哦 原来是这样 方唐靖也不是那么厉害吗 听见没有 是皇上赐封的 所以尊贵无比 你无话可说了 喂 反驳 有他 还是错 又错 照大人所言 丙带只是死物 无尊贵下贱之分 杜兜也是死物 那又怎么可以一口咬定杜兜是伪先呢 你 女人杜兜伪先 所有人都知道 这么想就错了 鼎带 因为皇上所赐 所以尊贵 杜兜是不是猥亵 那自然要看所属何人 若这个杜兜的主人 是属于三针九裂的劫父 又或者是美若天仙的闺秀 甚至于是观音大士普众生 九天玄女下凡来 那这个杜兜不止不猥亵 更是尊贵无比啊 那陈梦吉的不敬罪 就不成立了 对呀 听起来还真的有点道理啊 喂 你胳膊肘像外观啊 观音跟神仙也会带杜兜 真好笑啊 当官的打不过 自己打自己了 胡靖 杜兜的物竹 是什么人 什么来头 是你说的 有证据吗 好 所以我想请犯人陈梦吉 出场做工 大人 我有个请求 哎呀 有屁你就放吧 我不是放屁 我一直跪得很累 想站起来说话而已 真麻烦 准你起来说吧 多谢大人 真是有点累啊 四位尊贵的大人 这个多多呢 的确是我缠梦吉偷的 由我来描述这个女人 是什么来头呢 就最适合不过了 四个字形容 是什么知不知道 风 骚 营 道 说我赢 你这个俗人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赢妇的时候 是在三天前的菩提寺 他捧着一份宝蝶 上面写了什么知不知道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是男子 什么男子都可以 方正师 这场官司也差不多打赢啊 你还认语我儿子在这胡言乱语啊 真的啊 大家不信啊 说得很好 高下见 你才叫男人呢 古说八道 周小子 这还不算 你们想想 光天化日 大庭广众 一个大姑娘 光天化日 你怎么会拿着个肚兜到处走 光天化日 我当然不会拿着肚兜到处走了 再说这个肚兜不是我的 你以为我变态吗 是这里的支线纳蓝梗的女儿 纳蓝青青的 大白天拿着肚兜到处走 臭小子 臭小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那还不是风骚营荡 往我身为南平县的父母官 竟然不知道 本县由此 师德女子 是你女儿啊 但是最令我确定 她天生营荡的证物是什么 知不知道 就是这间肚兜了 四位尊贵的大人 请看看上面绣的是什么 我的肚兜 看不出来绣的是什么 手工这么差 怎么他爹他娘不教他吗 太股份了 太股份了 大人啊 您要求别这么高了 手工差也算了吧 好不好 但是也不能这么凑合吧 那种对男人的迫不及待 那种 那种穷男心切 那种恨不得把男人抱在怀里的心情 完全表露在这件粗糙的肚兜之上 由此可见 她的确是赢的 我们不如高一点层次好不好 是荡妇赢王 大鱼终于出来 大鱼终于出来 你这是祖类 你给我闭嘴啊 你给我闭嘴啊 喂 邝帝城 你站在公正爷面的公正后面 站了很久了吧 四位尊贵的大人 各位男平现在相亲父老 这个杜兜的主人就是 他 他 他 你一句一眼暴露 你的演技 请当是 恩情何用 以致无用 笑着 仍然沉重 真理 不知有多重 怨岸中 最急智商 带我进如龙